在出發之前就知道這間真的非常好拍 是我的口袋名單 然後你看它廁所非常的高 八桶 乾脆分離的 這間它的景非常漂亮 我剛剛就拍到爆 更好拍 因為我買一些漂亮的 比較建議就是譬如說你是約會 或是慶生 因為我很棒 這種氣氛 對 我覺得帶女生來玩非常棒 HELLO 大家好 我是Irene 媽叔 我現在人又在烏來了 沒錯 最近跟烏來很有緣 上次在烏來有開箱一個CP值超高的溫泉飯店 叫做旅程 它一個人只要600多 然後今天來開箱這個烏來 去年開幕了吧 最新 也是網美很愛來的附身板子 這間是富蘭朵集團 它又開了一間溫泉 只有泡湯而已 可以看到我後面 一開始我還以為就進來這邊想說 怎麼都是鋼架 我跟你講就是施工沒完全的感覺 但沒有 這個就是他們這邊有 保留傳統泰雅族的文化 然後這邊下去的話 就是附身板子的園區 這邊的話超多超多人會拍照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去那邊看一下 今天要開箱 結果我們是假日來 因為我們搭配了午餐 大概是兩個人快4千塊吧 究竟值不值得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邊一下去 我覺得非常喜歡 真的超美 那個光打下來超級的漂亮 這樣 走下來的話就是 你看這邊是餐廳 那這邊是戶外餐廳超美的 就是階梯的感覺 這邊好像大概有四五棟吧 後面是餐廳跟溫泉湯屋 這邊的話也是一個溫泉湯屋 在出發之前就知道這間真的非常好拍 是我的口袋名單 所以我今天也有特別打扮 你們看 我今天就是穿的有點黑色小禮服 然後它是露背的 我剛在這邊拍拍超久的 而且我以為這邊人會很多 但是人潮比我想像中的少 可能是因為開幕一陣子大家都來拍吧 因為開幕真的是超紅 每個女生網美都來拍 對 所以我算是比較後期來拍了 這邊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目前為止都很不錯 很棒 今天我們是開車來的 附身板子這邊會有停車場 所以不用擔心交通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沒有車的話 這邊也非常貼心有提供接駁車 從新店捷運站這邊開過來 單湯的話是50元 還有班次 你們可以先上網去看 我們今天大的套餐是湯屋跟午餐 那如果你只想要在這邊泡完湯去烏來老街的話 這邊到烏來老街的話 車程是6分鐘 可是我不確定好不好叫車 所以你們可以在上網看一下 你們看這邊是不是真的很美 就是你看光進來就是剛剛那個教堂的樓梯 很好拍 還有這個戶外的餐廳 但我還沒進去湯屋這邊拍超久了 後面這個feel 我也超喜歡的 已經好久沒有上山了 對啊 我已經多久沒上山 現在只能就是來單上的景觀咖啡廳 來跟山親近一點 很棒耶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囉 這邊就是我們的湯屋 在餐廳的二樓 然後我們今天泡的是香芋 它是房型 是所有裡面feel最好的 但是也最貴 但是也最貴 帶門開箱一下看這邊有多漂亮 我們終於進來了 我們現在是在香芋這個房型 然後你進來可以看到它是玄關 剛剛玄關一進來 然後這就是我們主要可以泡湯的地方 你看它室內平均非常大 有這邊可以休息的地方 然後後面就是戶外泡湯的地方 我們要補個湯 其實這有三間是沒有view的 然後兩間有view的 view的話還有分就是我們放的香芋 這邊是最大的 另外一個是森芋是比較小一點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個主要就是我們可以休息的地方 這邊是泡澡西芋 它是真的有三間的 香芋這一間它是有獨立的廁所 森芋的話廁所要更加共用 那我先去看一下廁所好不好 這邊 有些人會比較注重隱私 所以它就是要注重修理廁所的 然後你看它廁所非常的高級 馬桶啊 殘尸分離的 我給你一次用茶指盤 我超喜歡的 用這個我覺得覺得超加分 基手台這邊也是水管工業風的設計 天溫泉它的主要雕像就是黑色灰色那種水泥的色調 這個的話應該是吹風機看一下 它吹風機的話就是另外這樣的 因為女生很在意 比如說泡王湯 你想要整個洗澡的話 然後頭髮很濕 就需要這種風很大的 這很加分的 因為有一些吹風機它是黏在牆地上 然後那個窗滿用的 厕所介紹完了 來介紹這間主要的地方 還有一點要特別的補充說明 就是很多人泡湯 喜歡自己會有不避的廁所 然後有些會做的有點情緒 就是它的廁所是開放式的 我就覺得它會很乾乾 因為如果上廁所大家會有點臭 然後這邊的廁所它是真的就是可以關門那種 我覺得非常的有充實空間 然後再來這邊 這邊外面超大的欸 我上次去另外一間屋來的溫泉飯店 建議店放在上面 它的空間也是非常的大 可是沒有做那麼舒適 因為你看它這個有躺體欸 泡完之後就可以坐在這邊休息 這邊空間非常的大 可是它每個空間都有規劃的善用 像你看這個 它這個架子啊 它就可以讓你掛衣體之類的 我覺得很棒 因為女生很多東西都亂丟 然後就可以隨手一批 還有這邊 這邊的話它就是會有 顧雲袍跟毛巾 顧雲袍超級的可愛 泡完湯上也很方便可以泡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噴上非常可愛 所以我接下來喜歡泡噴上 然後再來就是我最期待的view了 而且這個非常貼心 因為一般的溫泉它是半露天 冬天的話就超冷 那個風就吹進來 就是有些人如果怕太冷 不想泡湯泡太久的話 他就可以要泡湯自己去外面泡 然後我就可以進來試一下 它這邊是做有點圓幕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種耶 就是文青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一個勺子可以讓你搖水 那勺子做的就是很厚實 要特別提醒的一下 這間它的景非常漂亮 我們剛才在戶外就已經拍到爆 更好拍景有點可惜 就是它溫泉飯店平日好像是90分鐘 假日只有60分鐘 我跟你們講真的超不夠 因為女生想要拍 上次我們去另外一間飯店 然後我們三個女生泡了90分鐘 然後我們最後只有15分鐘在泡湯 就是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來這邊的話 我覺得你要平足一下 60分鐘你是要真的拍照 還是你要來泡湯享受 我個人覺得60分鐘不夠 就是有點可惜 這邊要介紹一下 看一下這邊 就是可以坐在這裡 而且它這個椅子很棒 就是因為我們泡湯濕濕的嘛 坐在這個椅子就不會用髒 然後還可以避乾 它內體非常的多 因為一般上次去的那間飯店 只有罐裝水而已 它除了水之外 還有護保茶 可以讓你自己泡的 然後還有餅乾 餅乾超到多的欸 而且是手 它好有愛心喔 它好像是跟喜憨兒訂的欸 超級有愛心欸 是喜憨兒的餅乾 然後它這個包裝是 我爸上次早把他帶回家 然後放我口袋 還有這個 它有這個 銀里略的銀兒 也不是說時間蠻少的嗎 所以這邊吃不完 其實都可以帶走的 梳子 梳子也有 浴帽雄都有 另外還有乳液 非常貼心吧 就是你泡完 如果覺得身體太乾 可以擦乳液 要來泡湯囉 先說一下 飯店非常的便宜 在你來之前 它就先拔水去了 所以我們來這邊 準備差不多水 就剛好可以泡了 那我們就是來泡一下囉 我這就隨便丟 喔 剛好欸 因為我們剛剛都完全沒有調整水溫 就非常的剛好 也太濕了吧 我在游泳室 好 它就在這邊 好像只能坐在這個台階吧 很舒服欸 跟你們講一定要有view的 因為屋來最漂亮就是 所以我們泡湯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往外看到那個view 它的水溫 怎麼這麼剛好啊 因為我們剛剛真的 完全沒有調整 我們就讓水放著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拍照 白的是沒有味道的 哪一種 我沒 我這麼渴嗎 很舒服欸 好那 我就先泡湯了 我發現這邊超好拍的 因為它就是面光 然後就是皮膚非常好 它水跟餅乾帶在這裡了 在這邊就可以就是休息了 我現在就是覺得有點冷 所以我是坐在石階上 上半身都沒有泡到水 下半身還是有泡到 所以就不會太涼了 然後就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坐在這邊 是不是超級很棒 因為以前去湯屋必必試了 然後就是覺得泡15分鐘有點悶 可是這邊半戶外的話 就是非常的棒 然後它坐在這邊 然後搭配皮膚乾 我覺得很推薦欸 就是偶爾來奢侈一下 放鬆一下 我們現在在拍照 因為這邊真的是太好拍了 而且我跟妳講 它從外面就非常好拍 所以我們應該在外面拍了大概 快半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躺在拍 我把這個歪了 沒有 好那就先這樣 我覺得這邊真的非常的棒欸 然後價位就是有點稍微的高 所以比較建議就是譬如說妳是約會 或是慶生 因為很棒 有氣氛 對 我覺得帶女生來會非常棒 我們用完餐了 現在在餐廳吃飯 因為我們今天是湯屋 家午餐的set 非常的可惜 因為我們早上來的時候 天氣超好 不然想說可以坐在戶外 就是放鬆的吃飯 而且外面真的超美 但下雨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室內 剛剛室內的話是有人會在住場 對 為什麼是不客氣 是不客氣 如果不是我們 還是不客氣 因為我們今天是 只是地方 如果要客氣 因為拿到渣量 不客氣 就是880 那用K-Look的話 兩人只要多1200 非常的划算 把K-Look的連結放在資訊欄下方處 如果你們要買的話可以用 就是我覺得網路上購買 除了比較方便之外也比較便宜 因為我之前就非常的想買 我有上網就是看大家的心得 大家都說一定要點下午餐 因為不只好吃還可以愛照 GP值比較高 他的午餐的話 餐點就是以原住民的餐點為主 都是一個套餐set 比如說有前菜、沙拉、主餐、飲料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就午餐一個人880而已 價值是有在的 就是跟外面那種高級的餐廳比 就是差不多的水準 我覺得這邊這個很酷 因為它就是融合原住民的感覺 像我們剛剛有吃到馬告香腸 香蕉飯 像你們看這個主餐 他這個旁邊的蔬菜 我這個人超級喜歡吃蔬菜 然後他的蔬菜都很讚 有小黃瓜、番薯、地瓜等等 好吃跟營養都兼具 而且我覺得他的餐點都非常讓人很驚喜 就吃一口就哇 居然是這個味道 如果你不想花太多錢的話 就是上網預訂 這邊每天下午2點半到2點45 我都有一個表演 叫做夢之輪 常是在戶外表演 因為今天下雨就是在室內 其實是一個古老的儀式 可以幫助到盡心的過程 在旋轉的時候 讓開雙臂 把內在自己打開 讓天空進來啊 讓明進來、讓風進來 這樣的感覺 我們現在生活很忙碌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這樣的生活儀式呢 把大自然的力量 還有愛 都傳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我們吃飽後 想說趁魚比較小一點 然後繼續往下走 因為剛剛還有一個秘境樹 秘境樹屋蠻我們沒去到 而且這個樹屋 因為它在整個圓圈最底下 其實很少人會去到 然後想說來了 就帶你們一探究竟 到了 宇賴樹屋 月室的感覺耶 看一下 現在在宇賴書屋的內部 你看它是一個日式榻榻米的空間 這邊不定期的會有辦一些 書展啊 還有畫展 比如說像這邊 就有陳列書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畫的部分 後面感覺是 可以泡足湯的地方 可是沒有放水 不確定 反正就是一個空間 我覺得這邊很棒 因為都沒有人 然後可以拍出一些很特別的照片 我們最後原本想說泡完湯結束 要開車去烏來老街 但是因為我們吃個太薄 加上泡完湯有點懶洋洋的 所以想說先回去休息 結果來烏來兩次都沒去到烏來老街 不知道我的烏來日 有什麼時候可以成功 但是我想要補充一點 我們今天吃的是午餐嘛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隔壁桌點下午茶 我覺得下午茶套餐超級的划算耶 它那個set有一杯米料 然後好像2468 八個小點心吧 就有小漢堡 還有奶酪之類的 非常的豐富 它原價的話 下午茶單點是550 其實我覺得550也不會很貴 如果是上網訂的話 兩個人只要700多 就是划算超級多耶 而且來這邊 大家應該就是除了泡湯 其實最想要的應該還是拍照吧 所以強烈建議真的要訂下午茶 或是午餐 要說戶外吃 因為戶外拍照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戶外有很多小蚊子 大家要特別的留意一下 因為我剛剛拍照又被叮了 我的腳都還沒好 結果又被叮了 然後我覺得偶爾花錢來附身板子 享受真的是蠻不錯的 因為他們環境好 食物也好吃 泡湯的view也很好 非常適合約會啊 或是慶生啊 各大節日來一下 可以拍到超多漂亮的照片 剛剛光移進來就是 不知道今天照片又要整理多久 如果去call在我的IG上 如果你想要看到這邊更多的照片的話 歡迎追蹤我的IG喔 這支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請幫我按個讚 訂閱留言還有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